沈浪即将要入国都 临行前他带着木兰陪着沈家父母弟弟一同吃了顿饭 此时在饭桌上 看着弟弟沈剑脸上的巴掌 应浪爷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便问他这是谁打的 随着沈剑目光向对面看去 浪爷也知道这一巴掌的主人是谁了 随即倾咳一声询问母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沈母气愤地告诉沈浪自己拜托了金夫人为沈剑找媳妇的事 给介绍的那姑娘姓林 据说她的爷爷还是伯爵大人的新父母寥林老夫子 沈浪听到名字也是一惊 她没想到岳母竟把林老夫子的孙女介绍给自己弟弟了 这时沈母越想越气直接起身指着沈剑骂道 人家林老夫子和林小姐见到你弟弟倒是直接同意了这门亲事 这么好的姑娘能看上这臭小子我都觉得烧到香了 此时沈剑一脸委屈地看着母亲却硬是不敢反驳一句 一旁沈浪也在安慰沈母 林老夫子一家都同意了这应该是好事啊 母亲您怎么火气还这么大呀 沈母火气更大了怒吼道 沈剑能娶到林姑娘我当然高兴 本来想这两天就赶紧将亲事定下来 结果你知道你弟弟这个孽叔说什么吗 他竟然说不娶林姑娘 非要娶枫叶村的刘寡妇 听到此话就连浪爷都惊了 他这弟弟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吧 这时沈剑怯切地说道 这不是之前答应刘寡妇等我发达了就回村娶她吗 一旁沈浪问他 那刘寡妇当时答应你了吗 沈剑弱弱地说了句没有 浪爷无语了 感情他这弟弟是单相思 对刘寡妇纯属是一厢情愿 晚饭过后沈浪带着一脸颓废的弟弟 来到了后院花池边谈心 沈剑 你告诉哥你是怎么想的 那林姑娘长得好又知书达理 这么好的姑娘你是不喜欢吗 怎么就非要娶刘寡妇呢 听着浪爷的话沈剑才鼓起勇气吐露真心 哥 我是沾了你的光才有的这荣华富贵 若没有你在 我就是个没出气的落魄虎 我觉得我配不上林姑娘 听完弟弟的话浪爷这才明白 沈剑原来打心底来讲还是自卑的 随后他蹲下身来问沈剑是否真的喜欢林姑娘 沈剑当然喜欢啊 可他就怕人家是爱于伯爵夫人的面子 才不好拒绝的 沈浪听后直接拉起他就朝外走去 来跟我走 让哥叫你该怎么做 片刻后两人来到了林老夫子家中 刚进到屋里就看到林姑娘坐在厅中 正在陪爷爷说话 不得不说这姑娘长得的确很漂亮 只是在见到沈浪兄弟俩时有些害羞 本就白皙的脸蛋瞬间浮现一抹红霞 沈浪对这个弟媳长相自然也很满意 便直接开口道 林音音你喜欢我弟弟吗 他担心配不上你也担心你根本就没看上他 此话一出沈剑惊了 卧槽 大哥你要不要这么直接啊 担心被拒绝沈剑转身就想溜 怎知身后林音音红的脸轻点一下头N了一声 然后起身飞快地跑了出去 这简短的回答让兄弟二人也愣了 这时沈浪也大概了解到 这沈剑和林音音之前就见过几次了 两人相处甚欢 只不过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而已 随后沈浪拍了拍弟弟的肩膀道 你们两个两情相悦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别愣着了 我们现在赶紧回去找爹娘商量定亲的事吧 这件事两家人也格外重视 次月一早沈父便带着沈剑去林家提了亲 当天就定下了这门亲室 在安排好弟弟婚事的第二天 沈浪便离开了伯爵府前往了国都 而此次出行不但有木兰送行 就连岳母都陪同着将他送出了百里之外 才一一不舍地回府 三日之后 一只百人骑士护送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国都 并直接前往皇宫觐见国军 而此时在国军书房内 六皇子宁锦正在陪同父皇恋子 同时也在等待沈浪的消息 这时国军问宦官沈浪这一路的表现怎样 宦官只用了八个字形容 招摇过世 肆无忌惮 国军没说话 倒是一旁的六皇子问宦官沈浪是怎么个肆无忌惮 宦官咬牙说道 他一个小小坠续出行 竟有一百多骑兵护卫 那排场堪比封疆大力 而且一路走来锁住官 一只要里面有太守以下官员 他都要派兵驱逐 国军听后皱了皱眉 慈子的确过于嚣张了 老牌贵族的世子们都是一个比一个低调 哪怕是真正的大贵族也没人敢这样做呀 这时宦官又说道 进入国都时老母特意看了一眼他的表情 本想着他会被这天下奸诚所震撼 怎料他竟是一脸嫌弃不屑的样子 六皇子冷笑一声道 我阅读乌华天宝宏伟壮丽 他一个乡下小子竟还敢瞧不起 看来慈子只怕是有雄心壮志了呀 国军依旧没有说什么 抬眼看了宦官示意他继续说 宦官道 老奴故意带他走的玄武门 怎料他看到牌匾后竟说这是回家了 陛下 慈子太过张狂了 他这是有不成之心啊 听到此处国军表情一阵抽搐 这荆家封号可是当初第一代国军册封的 而且先祖还是五人出身脾气霸道的很 即便是百年之后的几代军王都没办法改了这个封号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宦官又说道 陛下 我们在玄武大道上遇到三公主殿下了 这越国共有三位公主 大公主宁罗今年28岁 嫁给了南欧国主金军为妻 二公主宁含26岁 其美貌堪称越国第一 但现在却不知所踪了 而这三公主宁也24岁 虽嫁为人负但他性情暴裂 经常家暴丈夫因而常居越国 在外更是无人敢惹 当国君听到他们遇见了三公主 实动感头大 但是还是问他是不是又惹事了 再听到宦官说三公主 是在玄武大道上赛马实顿实怒了 简直是胡闹 这玄武大道虽然宽广不会误撞百姓 但如此跋扈作风也会有视皇家颜面啊 见国君发怒宦官赶忙岔开话题说道 老奴见到三公主马队 就赶紧让他们退到两边贵府了 可这沈浪非但没有下车 反而打开窗户调侃侃了三公主的身体 国君平复了心情 问他沈浪说了什么 宦官想了想窃窃说道 他说三公主腰细屁股大 就是大腿太粗了 此话一出宁静猛地站了起来 竟敢冒犯当国公主 他简直是找死 宦官见国君脸色已经黑到极点了 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 国君怒喝让他继续 宦官头也不敢抬得回道 沈浪说他最近离家太久了 就算见到这种级别的女人 竟都有些把持不住了 此话一出 国君和六皇子彻底被雷到了 国君黑沉着脸开口道 看来这个数子当真是不怕死